真空预冷及产品简介 一概述 真空预冷是目前国际上先进的预冷方法 它的基本原理是利用真空 系统降低带冷却物的环境压力 时带冷却物内水分废点降低而蒸发 从而吸收带冷却物自身热量而得到降温 真空预冷可以快速均匀地除去采收带来的甜间热 降低果蔬的呼吸作用 从而显著延长保鲜漆 提高保鲜质量 真空预冷属体机型冷却方式 整体冷却速率快 冷却均匀 受包装与堆码方式影响小 特别适用于蔬菜水果花卉 菌菇等的冷链保鲜预冷 二 主要技术参数 柱 有各种大小和形式的机型可供用户选择或定制 三 产品特点 一 配置带气震进口霜真空泵 可自动进行真空能量调节 也可一用一倍 二 配置专利设计的大热容量 抗冲击极能型全不锈钢补水器 克服了同盘管汗点多 与外壳汗艰难 易泄漏的问题 解决了大量水器闪发 对质冷真空系统的冲击 补水温度波动较小 补水效果好 设备故障率低 使用寿命长 三 配置薄膜电容真空传感器 和碳针式金属屏蔽温度传感器 测量元件精度与准确度高 四 配置进口真空阀门 执行机构动作灵敏 可靠 五 特有的稳压控制系统 降温速率可调 且具有防冷坏功能 六 精密疏控加工技术 保证设备真空泄露率小于1成10 二 MorealSync 七 具有自动和手动双重操作系统 八 配置先进的PLC 触摸屏操控系统 显示清晰 操作方便 专业的分级管理与密码保护设计 安全可靠 九 具有多种升降斜坡可供选择 货物装卸更省时 省力 熟视真空速冷机产品简介 一 真空速冷原理 食品真空冷却技术 是通过抽真空 降压达到降低食物中水分沸点的方法 使食品内水分在低压状态 下蒸发的同时吸收自身热量 实现食品中心和表面温度同时迅速冷却的目的 使熟食品快速脱离25到55摄氏度 细菌高速繁殖带会让生鲜果蔬降到1度 从而使昏酥熟食品肉质调味品及果酱 豆制品馅料 速冻食品 烘焙食品和生鲜果蔬的保鲜期大幅延长 二 熟肉食品真空冷却保鲜工艺理论 熟制调理食品的真空冷却保鲜冷却 是熟制调理食品生产中的关键工艺 它直接关系到熟食产品的 安全卫生和保质保鲜指标 传统熟食生产是在烧煮 烹调等熟制在冷却后销售的 这时食品的初食品温很高 一般采用将产品暴露在空气中自然冷却的方式 也有采用鼓风机吹产品来加速冷却 这些冷却方法的冷却速率低 尤其在45摄氏度后冷却速度更慢 产品暴露在空气中时间长 亦造成微生物二次污染 这就是熟食卫生质量问题 即引发食物中毒的主要原因 采用真空冷却 产品的细菌总数在注存同期 比自然冷却产品低一个数量级 因此 对于保质在三个月内的熟肉产品壳 免于高温杀菌带来的大量营养丢失 真空冷却比相同条件的自然冷却速率快20倍 比古风机冷却速度快12倍左右 效率提高 十分有利于熟肉食品的工业化生产 而且保证了食品的核心竞争力 口味和成本 真空冷却从源头上速冷保鲜 口味新鲜 同时真空冷却后在5度以下注藏 冷窟运行费用和食品回温成本较低 相比模式有明显的优势 这也是国际上发达国家把模式认定为第三代食品 冷却保鲜新模式及真空冷却方式在 国际上已得到普遍应用的主要原因 真空冷却对延长熟食产品的保质期 有明显效果 在此基础上再结合MAP气条包装更有助于 保障食品的卫生质量与延长食品保质期 目前真空冷却已在和饭中吸熟食 点心等熟制调理食品和工业化生产的低温肉 姜肉烧鸡烤鸭 腊肉等熟肉制品和鲜腥蔬菜方面得到应用 甚至在生鲜肉方面也开始应用